OK,這個是在Substance Painter裡面打開的狀態 然後在MAR裡面呢,你去開那個LowRes的檔案,就是低解析度的 一般來講我們都是用低解析度檔案,所以你要開的檔案是 它的Make,Low,有沒有,LowRes的那個Geometry,有一個HighRes跟LowRes,要開LowRes的 然後打開以後呢,記得你阿諾已經裝好打開喔,千萬別忘了,要有阿諾喔,OK嗎? 然後再來呢,你可以看到,在Substance Painter裡面呢,第一個要做的是在這裡 這個鈕按下去,可以幹嘛呢?你要選一個路徑,是等一下你要輸出貼圖的地方 那我現在選的位置呢,可能是文件,MAYA,Project,Default,SourceImage資料夾,這邊呢選擇資料夾 再來呢,Software要選MAYA,OK,然後再來呢,Renderer要選好,可能是阿諾,可能Ratshift或Vray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目前的主流就是這一些,而且我們這個Substance Painter超新的喔 這個是12月才出來的版本喔,然後Resolution呢,你自己決定要多大,OK嗎? 然後Port應該就是8080喔,那別忘了一件事情,很重要 你看到,你這邊呢,R要R在聽,對聽,這邊有一個Stop跟Start Listening,對不對? Server要Start,OK嗎?OK嗎?OK好,所以當這樣子萬事俱備以後,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回到這裡來,開始做 等一下,這邊好像還有一個Hatch Dog Connect,喔對,這個要關掉,關掉以後呢,Send O,對 所以你就看它左下角是不是開始在跑,有沒有看到?它在Bake Texture 有看到嗎? 我先畫好了,我當然直接畫一看 對對對,因為現在還沒有講怎麼畫嘛,那因為有些同學已經學過,我等一下還是教一下,因為趁這個,我還有幾個小時啊,一個小時可以捂爛一下 然後,因為有些同學沒學過,所以我想我還是講一下喔 這樣子的話呢,就很方便了,因為你等於以後就可以用這個東西盡情的替你的模型畫貼圖 對,美麗動人 對,美麗動人 再也不用用那種古老的爛方法稿了 對 它現在輸出的檔案其實應該不小,所以跑蠻久的 欸,感覺跑完了,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喔 打開你的HyperShade window,HyperShade 你會看到兩個新的材質球,有沒有看到? 阿諾的Head Geometry的材質球,還有一個是Leg Geometry的材質球 所以呢你看它這邊本來FBX有帶材質,一個是Head,一個是Leg,有沒有看到? 所以呢你是不是用按右鍵,選Select object with material 這樣是不是把所有用到這個Head Geometry,被Head Material的材質的模型都選到? 懂我意思嗎?然後再來就用這個Head Material 按右鍵Assign Material to Selection 它就逃上去了,逃上去以後呢你可以開,有沒有看到? 逃上去,有沒有? 對啊,得自己來,可是已經很美滿了,你想怎樣啦 靠,你自己看 它可以直接完全同步 有啊幾乎是同步啊,可是你要先做這件事情嗎? 對啊,可是你看這個 對啊,你看你想設這個嗎? 不要 對啊 對啊,我不相信你想設咧,開玩笑 對啊,你要設那個Metalness,Aroundness,還有Color,還有什麼東西啊? 對啊,麻煩咧,還有一個Normal Map要套咧 而且最重要還有社交,你是哪一個那個色彩模式,就是都還要設了 那個Color Profile都還要設了,麻煩死了 按右鍵,Select Object with Material 所以我現在選到所有的Leggeometry,因為自己選其實很麻煩 再來呢,按右鍵,Assign Material to Selection,有沒有?這樣就通常去了 耶,美滿了,人生應該就是這樣嘛,按一鍵搞定 對不對,對啊,B字跟專題是按一鍵搞定 啊,只要有銀彈就可以 好,這邊呢,現在先存一個檔案呢,叫做 就Make,Low,Res,MA檔好了 再來呢,你用阿諾裡面的Physical Sky 對不對,Physical Sky,叫出來 然後再打開你的,你就直接算一張算了 衝啊 啊,算了,我不想等,ESC 還是開這個阿諾RenderView好了 啊 啊,幹嘛這樣,對你們不好嗎 看一下好了,然後這邊Exposure把它拉高好了 Exposure 對不對,你看自己弄的不是很麻煩嗎 自己差不多累死了 對不對 趕快在家裡的電腦趕快灌一灌 啊,多美好,這才叫人生嘛 可以嗎 各位,好 這樣 這樣才是對的 OK,好,畫面還給大家 等一下我們開始叫Substance Bender 然後我們一起吃 然後我們兩個 好可怕